来聊聊徐征 说到徐征当年因为一部电视剧 春光灿烂猪八戒被大家所熟悉 但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形容徐征虽然不太恰当 但是确实通过这部电视剧 他出名了 同样也因为这部电视剧拍完之后 播完之后 他有一段时间走在路上 用他自己的话说 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 最近徐征以兼职的身份 制作了一部电影叫做 《猪太郎的夏天》 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的过程当中 也透露曾经因为出演春光灿烂猪八戒 走在这个大街上 就被大家叫成了猪八戒 让他觉得非常的尴尬 那这一次这个剧名也叫做猪太郎 会不会让他又遭遇什么样的酒失呢 昨日徐征以兼职的身份 出席了电影《猪太郎的夏天》 首映会 而要说起这部电影的名字 大家肯定会联想起当初徐征的成名作 《春光灿烂猪八戒》 那究竟这一次的合作是缘分还是巧合 小文想徐征一开始会不会是拒绝的呢 因为猪八戒这个形象可是没少让他头疼 怎么会那么惨 刚刚从猪圈里面出来 又跑到垃圾堆里面 从此以后在各种公共场合 不管是广场上马路边上 都被别人揪着鼻子出来 看看看出发箭一发箭啊 那种场面让我有一种这个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那种诚惶诚恐 有一刹那我甚至错觉感觉 这四季是不是真的变得你祝福了 释放嚣张 我上高你了 当时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 这部电影好像再过三天就要上了 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做任何的宣传 我觉得如果就这样上太可惜了 所以才说跟导演商量 跟制片方商量 要不要就是说我来做一个调整 然后在后期宣传上面一起想一点办法 不是因为我才叫这个猪太郎的 电影《猪太郎的夏天》 讲述的是一名固执的语文老师 与两个性格迥异的学生 展开的诗声较量 过程之中有笑有泪 但更有温暖感人之处 起初徐中对这部电影的片名有些不满 我当时也说导演了 我说名字还欠考量 我看到了有一些人因为这个名字 就是对这个电影 就把这个电影给否定了 就这电影本身其实是很有意思很好看的 虽然对片名不太满意 但看过影片之后 许峥还是表示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而近年来小文发现 也有不少影片别出心裁的创作出了各种奇葩的片名 随说会迎来一时的瞩目 但就像许峥所说 内容才是王道 渐渐时间长了来就知道了 这个电影取名字其实也是一门学问 他照顾到电影本身的这个题材 内容 类型 然后也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个 就是特别之处 还有跟观众之间的一种连接 就他其实电影的名字看看很简单 但其实他是包含着很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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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问 有很多专业度的